漩涡面麻这个忍者在巅峰实际的时候也算是一个霸体为忍者 毕竟两个技能都有抓取 不需要依赖秘卷或者通灵破除对方的霸体 对面这个是配恩天道超 我这边保底用的漩涡面麻 看到过来想放个技能 但把他技能直接打断了 那这个时候他普攻骗出我替身 我砸个熊猫引出他的霸体 一个技能破掉 这样打完以后他替身 我们可以先顶一手霸体 他手里就没有抓取技能了 这个时候就看他会不会放通灵 如果不放通灵放了个技能的话 那我们技能刚好是抓到你后摇 快速把带走 来看最后剩一个毅力的死门凯 这个薛妖面麻自从削弱了二技能的范围 并且增加了前摇以后 他的取手能力就下降了很多 特别是这二技能释放过程中很容易被打断 我们开局直接放个二技能预判一下 但没有过来 那么这时候过去看一下他的位置 他再继续普攻 那么可以反向预判一手 但是他直接停掉了 好预判失误 我们快速赌过他的技能 他在我头上飞来飞去就是打不到 这个死门凯技能判定还是稍微有点问题的 想放二技能 这个前摇又被打断了 我们过去再预判一手 还是空掉了 好这么会躲 那么先顶一手通灵 看他会不会交通灵 普攻拉开他的通灵的一个范围 两个人通灵就全都白给 那在这位置交个二技能 还是没有命中 这次还想跑 打完以后肯定要提示 我手里有霸体秘券 不用怕他 我们快速拉开身位 他没有抓到我后摇 再等他个天狙开会不会达到 你看他这个攻击判定 明显是从我头上直接飞过去了 进度当了先说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